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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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好的 來往我們的KOF 那今天是11月1日星期二 好 我的雅典娜已經三星了 但是還沒練滿 絕景史大尾練一下 來測一下傷害 那我還沒有抽那個戰鬥卡嗎 我還沒有抽戰鬥卡 只有Rush套啦Rush的套卡 今天到一半就跑去睡覺了 Rush瞇一下 然後我只有Rush卡 Rush卡他是給超能力戰隊目前 就他和那個真元災可以用嘛你應該不會給其他人用 物理傷害OKOK 所以好 反正他也沒有持續爆破啊 有負面但是沒有持續爆破 然後我還沒有調整 今天先來看一下基地吧然後再來測一下傷害 把覺醒石練一下三顆然後核心練一練這樣核心也還沒練 看看傷害怎麼樣 這次的這兩隻我都還沒有 完整去測過傷害啊都是 不完整的狀態 還有零沖樓號零沖樓號雅典那我昨天看是4星然後 正元災三星 他紅寶石乾了啦然後他有買那個最新的那個 商店那個套卡他有一套 他可能有看到要那個維修要要要要關閉他趕快去買了吧 他就是收集控嘛 收集控什麼都要有一套以上這樣都要有就對了 上次那個蔡寶奇他好像兩套還一套 有點忘了蔡寶奇那個也是那個回氣的那種 競速套 我們來看一下基地吧基地我建議啦如果你的角色跟我一樣不強的話都是三星左右就可以不用打了 等改版吧 等那個修正吧 等下修啊 因為太難了 真的太難了 我今天打了一下 花了一個多小時吧好浪費時間以前是這樣啦以前 之前是一隻風尖人就一路打到底 頂多遇到神聖如果你怕的話就回回血或是換個角色 因為風尖人是只怕神聖 然後還有這種關卡 這種會造成持續差這種關卡很難 現在很難因為我只能擋三次而已 就是一隻的話大概就扣快三分之一吧 喔不對大概扣 扣快一半吧 然後你 兩次就剩一點點血三次就死了吧 只要你中三次就死了 而且這個有的亂講啊比如說這個 這個暗黑對不對結果進去是神聖 被他騙了其實不是暗黑 奇怪為什麼會是受傷啊神聖 神聖就只能換 換那個誰啊 換龍啊 龍可以免疫神聖 就是你要去找免疫神聖的有誰這樣 好吧我們來看一下吧首先你會遇到的第一個難關就是 第八關 第八關防禦戰 防禦戰的話你要撐兩分鐘 不管小兵或是boss有沒有打死兩分鐘就會獲勝 那你會一直抽到持續傷害怎麼過 用以前那個打基地的打法就是以前沒有那麼多民意的時候 那時候是聖七十格洛加 然後聖七十格洛加爬50層也是很辛苦 因為以前也是回血回很少但是沒有像現在完全不會回血啊現在基本上完全不會回血 所以第一個重點是 你的練度不夠 只有三星 可以不要打 第二個是如果你覺得你的角色練度OK 你有1S格洛加你有五星以上 那你可以嘗試玩玩看 然後再來就是不用回血了回血是沒有用的 在這邊回血是完全沒有用的 我看一下賽季資訊吧 然後這邊 你完全沒辦法回血啦基本上回不了血 大量大幅減少 很噁心人啦然後還有這個負面的話很痛 負面的話中一下就是 去到三分之一以上 中三次你就死了 基本上 然後再來就是越後面越難打 我打到十五十六就覺得已經有點難打了 可想是打到二十幾有沒有這個戰力要求越來越高嘛 你會越來越難打 假設你的練度不夠的話那就是你機體 格鬥家的戰力不足嘛傷害不夠嘛 那就是打不動 所以 我覺得啦 打到五十層的人應該還是可以辦到但是很花時間 你可能就花今天可能就花兩三個小時在打這個吧 而且因為你不能回血嘛 所以你不能失敗 不能受傷 很難回 要回很久 然後極限護甲 並不是無敵的 極限護甲只能 擋一般小兵打你的 傷害 還有那個負面 然後有那種光球有沒有 那種光球不是會噴一柱什麼光束什麼的 那個你是擋不住的 極限護甲一樣會受傷 所以很難 你如果失敗就只能重來 受傷就重來吧 因為你受傷就是一大格啦 噴掉一大格 越後面應該越誇張吧 好我來先講一下那個地基的打法吧 第八層的話我用地基無傷過關啦 地基沒受傷 過了 因為地基可以一直重置技能 給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有聖騎士的話 那如果你沒有的話就算了 你就去找其他的 可以重置你的極限護甲 的 角色 比較容易重置的 譬如說這隻吧 拜神應該可以吧 拜神有重置技啦 可以重置一下極限護甲 3秒而已有點少 我覺得極限護甲最好是找4秒 3秒有點少 現在來看 好地基 首先地基是這樣 就是他的技能1 技能1之後 他有兩個 衍生技 連按的話是這一隻 這個左傷然後按一下的話是一個冰凍 都有 然後 技能2是極限護甲 技能2是極限護甲 跟著一下跟著一下 我看一下喔 技能1是極限護甲 喔對技能1是極限護甲 跟著一下跟著一下不好意思講錯了 技能1是極限護甲 你可以連用 為什麼因為那個技能3把 重置是不是我看一下哪個重置 可能在核心吧我看一下喔 好久沒看這一隻 喔這裡 釣魚就用這招命中 然後可以重置 命中石有沒有 反正他可以重置 就是啊 這個 我記得是競技能3可以重置1 總之就是競技能1 放完之後 然後 可以重置 競技能3要重置 然後呢 你在打一些 灼傷或洞傷的時候 主動技也可以減1秒 這是沒有冷卻的喔 可以擠涌 也就是說當你面對一大群怪的時候 你用競技能1出招的時候對不對 競技能1 然後你連按 會用這個老四和我吵架 這招可以暈3秒 然後你就會比較安全 這時候你有極限護甲 敵人被你暈3秒對不對 那你就走過去普攻他們 普攻他們之後對不對 攻擊命中 你也可以用技能啦 然後就會快速的減你的技能冷卻 那你的技能1就會一直保持可以用 3秒內都可以用 3秒內都可以用 這樣就可以 無限保持在你的那個 你會一直有極限護甲 就不怕被負面傷害給打到 然後你也可以爆氣 爆氣可以安全10秒這樣 大概是這樣然後 我是還有配上那個重置套 我們今天就講這一隻啦 我以前打基地的打法 以前用地基都是這個打法 我地基才3星吧 很爛 所以他傷害就很普通啦 所以反正那個防守戰力也不要指望他可以打死敵人 好重置套 來力不明的觀察者 主動他有機會重置 但他冷卻比較久 但是至少可以多一個重置的機會 大概是這樣 我是這樣用 然後用減CD卡讓他冷卻更快 2張減CD卡1.9秒的 大概是這樣就用地基 那人員的安排上 我會覺得你可以這樣 就是 比如說我們可以這樣安排 因為你像16關的話 你看我這個都不喜歡受傷 這個就被燒2次就沒了 燒2次就這麼多 一次這樣 2次就這樣 我是用地基配這兩隻平衡啦 我就隨便用 但是我覺得我一開始安排有點錯誤 我後來想一下可能應該要這樣 呃我原本是怎樣 我跟大家說一下 原本的話 平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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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基是3星是不是 我想說這樣啦 原本是這樣 打手你自己配 然後我原本是地基上來嘛 然後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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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然後暴卿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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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拖 拖了 拖到那個boss都快出來了 然後我就換這兩隻下來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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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被扣了一下很緊張 馬上換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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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Brexit 可能又被扣了一下很緊張 然後把 He Kid cele lanç進去拿出來打打打打打打 對不對這樣就好了 然後 然後這兩隻再換下來的時候他們的爆氣已經好了 爆氣就可以10秒安全 10秒安全 因為你可以極心護劫 當然不能被小兵那個啦 不能被那種不怕極心護劫來打到 所以我這兩隻就是中一次 中兩次 只是沒中 因為我覺得DG是我主力 不能中 中的話你就 沒控好的話你就重 抱歉 你就重來 但是我後來想一下 搞不好你可以這樣 搞不好你可以這樣 就是你算好那個 算好那個負面的時間 就比如說這個啊 這是固然討厭嘛 這種你沒辦法躲啊 躲不掉 就是你沒辦法靠名義躲掉 然後你要有傷害 所以你要派兩隻強的 派兩隻強的 在前面 然後你要算好那個負面的那個timing 就是你一開始就 打一打嘛 然後靜的愛愛 然後極心護甲一下 然後極心護甲你找那個有4秒的 然後4秒快到了嘛 就換人 換這一隻 一樣 靜的1 2 然後什麼極心護甲一下 然後快4秒 然後他又要負面你的就換人 就最後換DGX 乘兇一波嘛 也不是乘兇嘛就是 度過這兩隻的那個時間嘛 開始打... 然後等這兩隻好了 你可以換出來 他們就有那個 就已經可以暴氣了 就可以算是輪流暴氣 輪流暴氣 暴王氣 暴王氣 然後換DG又出來等 出來奧義 出來技能 然後技能衝製 技能一直衝製 讓這兩隻來暴氣好 這兩隻不一定要這兩隻啦 你要換 換那個ES格陸甲 傷害夠的 就是我能想到的方法就是這樣 就利用這兩隻來暴氣來傷害 然後利用DG來那個 持續直線護甲來拖時間 那自己再去研究一下吧 好不好 我打一下那個 好我來打一下好了 我來換人打一下好了 可能打不過啦 因為不好打 比如說我們換封堅人嘛 封堅人比較強 我沒有搶的啦 我沒有搶的 尷尬我沒有搶的啦 我只有封堅人而已啦 所以對我來說這個太難了 我沒有那個 上次那隻路卡爾啦 歐美卡路卡爾可以回血嘛 大家都知道 那你沒有抽的人應該很難過 超難過吧 真的沒有搶的欸 我 我搶的就只有封堅人而已啦 不然就是這次的啦 這次的還沒有好啊 像這個你要用有那個氣功的 為什麼 因為氣功的話可以遠遠的打 你用那種近戰衝過去你就被他們射死 真的會被射死 這種近戰都不好用 所以我那個誰 我那個 村莉受傷蠻危險的 已經沒辦法用了 這邊你要找高傷害啊 沒有高傷害不行 好 比如說這樣子好了 我們先隨便用一下喔 打手你可以換一下啦 加減補一下 雖然補不多 應該說補不起來吧 好 我試試看 我剛剛講的半天都是我想的 都是腦補的 我們先看一下那個 他大概什麼時候扣我們血 然後要扣我們血之前對不對 我們先來個極限護蠻 左照一下 就是你要知道那個他的機制是什麼 好 我們現在先測一下 好 你看我受傷了嘛 有沒有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 是不是大概在3秒左右 大概在3秒左右你就要趕快按極限護蠻 因為他沒有圖標啊 好 極限護蠻 我現在有極限護蠻 然後換人 然後再換人 然後我要極限護蠻 那我就可以暴氣 這樣大家懂嗎 因為我DG太弱了 你這個DG要夠強 那我受傷了我受傷了我受傷了 對 光速達到 讓大家懂了嗎 大家懂我意思了吧 就是 兩隻猛的在前面 然後你開場之後大概3秒左右 你就要出極限護蠻 然後撐個4秒 撐個4秒 因為 像封建人他們的極限護蠻是4秒吧 我印象中啦 看一下是不是 有點忘了 我看一下 4秒嘛對不對 你就撐個4秒 然後4秒 結束之後布地你會中 因為那個負面他會有一個timing吧 他搞不好你 他搞不好不會馬上中 你要再算一下 然後就換龍 龍我剛剛太早極限護蠻 下來之後你可能一二先按一下 然後過一陣子你再抓來過多少時間極限護蠻 就技能3嘛 技能3是旋風蠻 旋風蠻 3秒後也好爛喔 你就找一個4秒的 然後之後就DG出來 DG的功能就是幹嘛 就是 一直技能1啊 因為他可以一直吸技能1吸出來 就一直減CD嘛 然後 你覺得差不多了 然後你也可以 我不要爆氣 因為 等這兩隻好了之後 換他們出來輸出 因為DG三星 我的三星有點弱啦 那也沒辦法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過期的角色了 過時的角色 你們剛有看到嗎 DG那個技能1狂用嗎 可以狂洗 狂減CD 技能1就是他的極限護蠻 3秒3秒3秒無敵 而且他是遠程嘛 可以把一些人暈掉 你會比較安全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這樣就可以過了 就是這種 每隔一定時間會造成持續傷害的過法 就是這樣 但是你就是要有DG 要有DG 其他的角色要再研究 我今天打的是這樣 前面8層 沒辦法 越後面越難 會打不動 因為我的龍 有時候在打一些神聖關卡的BOSS關卡 也是打不動 真的完全打不動 這個三星龍傷害很低 打不動 好啦 那我們就不測傷害了 沒時間測傷害了 明天吧 明天我來玩這個也要點到三星 然後順便爬塔吧 我塔也還沒爬 你看我塔都還沒爬 才玩10層喔 明天再來爬一下吧 今天玩這個GD就玩了一兩個小時去了 晚上的時候 就 開頭都講了嘛 就那些重點 如果你 傷害不夠 挑過吧 等下修 反正獎勵也沒變多嘛 就1200紅寶石加一個SSG 也就那樣 但是你必須花大量時間 搞不好你還打不過 會被他弄到瘋掉 那打法是這樣啦 遇到神聖就用龍 被神聖以外就用那個 免疫的 就封堅人 或者是你這次的 這次的那個 正元戰也可以吧 正元戰應該更猛吧 好的我是HAMO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囉 我們下期再見囉